UNITY环境介绍 首先桌面是大家熟悉的地方 那这上面有图示 有图示,就是应用程式的图示 也可以是档案 那最上面这个 要把它叫面板吗?好像也不太贴切 总是它这一条暂时把它叫面板吧 这个我实在不太会说明它是算不算面板 因为它已经跟面板不太相同 这一条的作用 右上方是常驻程式在这里 关机的画面在这里 然后会有相当于以前的日期 各种状态的显示还有输入法 那这边是告诉你说 我现在在无邦图桌面 如果它是应用程式 假设我们有一个视窗被开起来 视窗已经被开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还蛮好玩的是 它的叉叉已经移到左边来的 关闭视窗这些功能 但是你移上来 你会发现这边还会有一个档案 这边的档案是属于这一个视窗的 算是状态列吧 或者是功能表 功能表会在上面显示 如果你有一些程式 它的功能表它是可以脱离的 以前我们印象里面功能表 是应该跟我们这视窗连在一起 但是现在它的功能表很可能是会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 那我把浏览器切割开来 你看浏览器这边功能表不见 然后它的功能表放在这里 浏览器的书签的功能表在这里 所以它的显示方式是 这里跟传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这边应该把它叫状态蓝也好 可是它的功能表却放在这上面 有时候刚开始不熟悉的人 这一块会稍微 不是那么 就是说那么感觉到 这跟我们以前的想法不一样 当然如果你把程式最大化以后 这个问题又不见 因为它这一条就是我们所谓的标题列 所以这一条的功能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现在看标题 如果你是把视窗移出来 它又独立出来 这样子算是不一样的功能 这一条你删不掉 你不可能按邮件把它删掉 或者是怎么样 面板这边应该讲正确来讲 面板现在移到左边 符合现在平板或者一些 常用程式的一些概念 那这个图示可以移动 有一些图示是可以移动 我们把它关掉 像这些移动 像这些移动 图示是可以这样移动 你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解除锁定 或者是把你要的应用程式 定选在这里 假设这一个程式 我们要你可以锁定到启动器 它就固定在这里 它就不会 它就不会因为我们关闭程式之后就不见 像我这ITLC就是锁定 然后你不需要你就把它解除掉 这垃圾桶在这里 垃圾桶在这里 直接垃圾桶 那算是蛮方便的 它把它整合在这里 那一般预设这一条是会出现 那个人是把它调成银叉 让我们的工作区变得更大 这一条 那怎么设定 就是在桌面上按右键 改变桌面背景 这个交过了 在很多单元都有出现过 那你只要去设定它 它就可以设成自动隐藏 就可以设成自动隐藏 那方便你去做一些不同的应用 可以让你桌面变大一点 在外观这里选择运作方式 然后自动隐藏 看我是把它打开来的 预设是没有开 预设这样它就会直接出来在这里 那我这里是射程 我为了要让画面大一点 我把它射程预设 然后把敏感度调高 这个是 桌面环境的介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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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